2024年8月4日 台湾的羽球选手王麒麟和李洋 在巴黎奥运拿下了羽球男双金牌 颁奖典礼上响起悠扬的国旗歌 台湾的中华队会集缓缓上升的那一刻 在巴黎现场加油的台湾民众也纷纷唱起国旗歌 是台湾人的真的都要感动落泪了 这一次带给大家这么多感动的另央配 在上一届2021年的东京奥运也拿下了男双金牌 这一次再度未免创下了奥运史上的新纪录 而两个人常常在赢球后狂喜的跪地庆祝 姿势就像拜拜职交时的一正一反圣交一般 被网友誉为难怪有如神助 连王麒麟都曾在脸书上分享圣交图 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 两个人虽然风光拿下两次奥运金牌 可是背后的辛酸故事却是鲜有人知 而他们在赛道上的成长历程天差地远 最后又是怎么走到一块的呢 今天凤凰就会大家介绍这两位球员 王麒麟和李洋 今年29岁的王麒麟已经有30年打羽球的资历 因为她的父母就是羽球爱好者 在王麒麟出生前一天竟然还在打羽球 王麒麟的母亲是一位出版社编辑 父亲是职业军人 退役后在东吴大学当助理教授 如鱼爸妈都爱打羽球 小时候也跟着打的王麒麟 被父亲发现非常有天分 特地帮她转学到有羽球队的国小 从国小三年级就开始进行专业训练 王爸为了帮助儿子还自己去考了中华民国羽球协会的 C级B级教练资格 后来母亲更是辞去工作 专心照顾儿子 爸爸一肩扛起家中经济 除了学校训练 还找了曾是中国国家队的选手来当王麒麟的教练 并开着小车陪她到台湾各地四处征战 为了祈祷儿子一元奥运金牌梦 王爸还连续三年每个周末 都爬上七星山顶和金牌啤酒 天赋加上训练得当 王麒麟很小就在羽球这条路上大放光彩 小六就拿下双打冠军 16岁参加世界青少年羽球锦标赛 就拿下混合团体继军 每一位体育生的家长都曾面临一个问题 就是让孩子走这条路到底有没有前途 毕竟走到顶尖国手的人是少之又少 因此即使王麒麟从小就表现优异 还是一边念了体育系的硕士赛职专班 让自己的生涯多一分保障 王麒麟从小就立志要当国手 王爸曾问王麒麟要打球还是念书 王麒麟坚定的回答想打球 爸爸就顺口说 我要你拿奥运金牌来给我看 没想到王麒麟后来真的做到了 尽管王麒麟从小被誉为天才型选手 但他从不觉得自己是天才 反而非常怕落后别人 他客观评断自己 188公分的身高 84公斤的体格 优势主要体现在身材和力量上 而这些都得益于天生的条件 但在技术层面仍有精进的空间 输了就是在练 练到不会输为止 我无法停下来 我怕我一停下来就有人会超越我 搭档李扬曾表示过 自己很讨厌重量训练 但有一次握到了王麒麟的手 十分震惊 因为王麒麟的手布满了剪 才知道为何王麒麟从小就脱颖而出 在训练场上也几乎看不到他休息 李扬形容他像有病一样的练习 王麒麟早期主要是和双打名将 陈宏林合作 组成麒麟配 两人排名一度冲到世界第四 王麒麟曾说 没有陈宏林就没有王麒麟 大他九岁的陈宏林就像他的兄长 亦是亦有给了他非常多指导 两个人也默契无间拿下了许多好成绩 只是陈宏林年纪大上许多 加上受伤终于面临退休 这对王麒麟是个很大的打击 世界排名和积分江桂林 更不用说站在奥运舞台 陈宏林非常了解王麒麟的球风及弱点 认为自己的学弟李扬和他或许很搭 就介绍他们组成搭档 开启了林扬配组合 王麒麟的羽球生涯看起来一帆风顺 但李扬并不像王麒麟从小就光芒万丈 李扬的父亲是军人 后来到中央银行的驻警队服务 也是银行的羽球社成员 一开始李扬打的是手球 而为什么会打球 是因为李爸看到儿子 又胖又沉迷于电玩 他是这样形容的 特别是小学三年级时 李扬突然像吹气球一般胖了起来 激进于耍废式的浪费人生 因为太胖叫儿子打球 没想到一打打成了奥运金牌 李扬国小的时候就读手球名校中和国小 他本来是手球队 但是在四年级时的决选中落选 李扬的活动力敏捷性都没有问题 就是手掌太小很难抓球射门 天赋往往是选拔选手时的重要标准 虽然努力可以拉近距离 但要成为顶尖选手 天分人士不可或缺 手掌小是一个先天无法克服的问题 李扬因此感到非常沮丧 爸爸就让他转而打羽球 还特地转学去羽球队知名的涉子国小 刻于时间经常带着他 到中和圆通寺球场练习 国中还为了有更好的练球环境 转学两次 后来跑去念基隆高中 可谓是李爸三千 但李扬的羽球之路没有这么顺遂 他和小他几岁的妹妹同时开始接受羽球训练 妹妹开始就很厉害比赛都拿冠军 反观李扬被妹妹形容式在谷底慢慢往上爬 在涉子国小的时候 大家都不知道李扬是谁 却知道他是妹妹李子珍的哥哥 同差都已经受训两三年了 李扬才刚开始起步 说起那段岁月 李扬自述 如果我曾经上场过十次 我都不记得我又没有赢过一两次 小学时期和羽球相关的记忆就是输球和练习 几乎每一场都输球 对一个孩子来说 听起来非常的挫折和悲惨 但李扬就是没放弃 一直持续练习 李爸因为是军人 教育李扬的方式也很严苛 只教导他 忍能所不能忍 方能为人所不能为 好不容易打着打着又进步了 高中二年级又因为左脚拇指骨折休养半年 看着别人一直进步的李扬非常慌张 高中毕业后李扬眼里的羽球天才同学们 一一升上甲组 只有他人卡在遗嘱 跨不够甲组的门槛让他非常的丧气 那时候李扬根本没想过奥运 觉得人生最大的梦想就是想打进甲组而已 甚至开玩笑的说 万一打不进甲组 以后就配一个技术好一点的去遗嘱乱别人 没有打进甲组 几乎判了职业生涯死刑 因为在台湾没有升上甲组就难有赞助 没有赞助一般家庭很难负担栽培运动员的费用 培养一位运动员非常的花钱 选手常常要出国打比赛 每一次都是一笔大费用 初期没有名气时只能靠家里致应 可能去参加一个估计赛就要花十几万 如果打双打 就要连你的搭档都有钱出国 为此爸爸也为了李扬去找认识的企业老板筹款 有一次李扬打一个比赛花了16万 但第一天就被淘汰了 李爸讲了一句后来他也非常后悔的话 这笔经费你以为来得很容易吗 也让此后李扬每次输球就很不想搭父亲的车 爸爸也反省自己 希望以后以鼓励代替苛责 由此可见若是一般家庭 运动员的父母也承担了很大的经济压力 此时对于每一个体育生的难题同样出现了 爸爸跟他说不能只想着打球也要读书 由于表现并不突出 当李扬跟爸爸提到大学规划 表示我对羽球有热忱 我想念体育系 有着贴写性格的军人李爸说 你不要告诉我跟你30岁的时候还有热忱 你不是这块料啦 让李扬爆哭了一真万 后来李爸表示 他心里想的是要用激将法 如果儿子连这关都无法克服 那以后也别想走这条路 不过最后李扬考量了自己的表现 采纳了父亲的建议 他并没有念体育系 而是选择了台北商业大学的企业管理系 没想到就在毕业的那个夏天 他与搭档竟然拿下全国冠军 李扬如愿升上了甲祖 李扬虽然起步晚 其实是大只鸡满蹄 他国小都在输球 国中只有全中运第17名 但高中进步到全中运第3名 李扬或许不是跑得最快的兔子 却是坚持慢慢爬上终点的乌龟 李扬曾在自传说 我只想说我也只是普通人 正因为我普通 所以我才更加努力去做我想做的 有了这样的条件 父亲成功帮他谈到了职业约 开启了后续的选手生涯 看似严厉的父亲 其实是刀子口豆腐心 李扬的羽球拍都是父亲亲自帮他拉线 可谓是现代的 慈父手中线游子手上拍 小时候的李扬手掌握不住手球 长大后的他却能将羽球拍握得很好 踏入职业生涯后 李扬是与李哲辉搭档 两个人也成功斩获许多奖项 但是在2018年 李扬决定改与王麒麟搭档 让许多人惊讶 甚至出现了许多不看好的声音 对于李扬来说 他觉得人生本来就是要O-in 才有机会赢得最好的成果 当你什么都不想失去 不可能没舍就有得 王麒麟和李扬其实是国中同学 但两个人一点也不熟 事后两人说起对彼此的第一印象 李扬认为王麒麟又强又屁 很外向 喜欢个人打闹捉弄同学 不过承认王麒麟是同侪 选手中表现最好的一位 王麒麟则评论李扬 看起来很虽喝但在球场上好恶劣 他的球路是我最讨厌的那一种 很刁钻 拐来拐去非常难打 像我属于直来直往的类型 遇到这种真的很痛苦 每次都暗自祈祷不要遇到这类型的对手 因此当我知道要和李扬搭档时 心里暗自窃喜 还好他不是站在球网对面的敌人 最强与最恶劣 听起来似乎是挺完美的组合 而王麒麟个性活泼外向 李扬则评诚武内敛非常互补 然而两个人也花了很长一段时间磨合 才有了现在大家看到的好默契与好感情 一开始从训练方式到生活习惯 各式各样的分歧几乎什么都能吵 不过两个人同样有着一颗追求卓越的心 王麒麟和李扬在2019年的西班牙羽球大师赛 拿下了搭档后的首次冠军士气大政 随着不断的比赛和磨合 2021年更在东京奥运 成功拿下男子羽球双打金牌 王麒麟的前搭档陈宏林后来担任两人的教练 曾经坦言 林洋佩也曾产生合作上的困难 其实东京奥运后我真的一度想把他们拆了 当时东奥拿下的奖牌是台湾羽球史上的奥运首金 伴随着大众关注的目光 两个人的压力倍增 更因为相继受伤影响了后面的表现 又遇到要抢奥运积分只能硬是上场 之后有长达两年在各大赛事 竟然是一个冠军都没能拿下 许多人开始认为林洋佩只是昙花一现 甚至嘲讽他们是最水奥运冠军 获得东京奥运金牌的他们 代言邀约蜂拥而至 让他们爆发了另一个代言争议 大家都知道栽培运动员的费用惊人 绝非一般家庭所能负担 赞助代言都是相当重要的资金来源 许多运动员选择加入特定企业 像是王麒麟和李洋就加入了土地银行 只是刚好土地银行是国营事业 因此身为员工的他们必须遵守特定法规 按照公务员服务法是不得兼拆和代言 但他们的经纪人安排了一个 与悠有卡公司合作林洋佩悠有卡的代言 引起了争议 索性这一次政府观察到了这个规定的缺陷之处 后来修改规定 可以再进任职机构同意下接代言 或许有人要说 比赛奖金和代言那么好赚 为什么要去当银行的小员工 能靠奖金和代言生活的毕竟是少数 而能够在巅峰时期多久 甚至整个运动生涯有多久都难以预料 若是当银行的球员就能有完善的训练和经费 薪资福利还比照行员领取 各种比赛还能再拿3万至10万元不等的奖励金 万一哪一天真的退役了 银行还可以提供其他就业机会 对于运动员来说 是一个静和工退科手的选择 桌球教父庄志愿 宇球天后戴思颖也都是合作金户的球员 而戴思颖为什么可以拿接代言呢 因为合作金户是民营银行 就没有公务员不能接代言的问题 走过代言争议和队友摩擦的两人 经过不断的努力 终于在2024年再度拿下巴黎奥运的男双金牌 拥有绝佳默契的两人 现在关系非常好 还会故意拍起暧昧照 而王岐林的生日和周杰伦同一天 李洋的生日则和昆林同一天 更是非常有趣的巧合 被网友誉为夫妻党 当全台湾的民众都在为他们欢呼时 台上风光的王岐林和李洋 背后其实有着无数不为人知的牺牲 在今年的三月 李洋就宣布 今年将是羽球生涯的最后一年 表示自己将转往教职发展 将一生所学传授给年轻人 其实优秀的他在2022年 就获聘为国立体育大学的副教授 虽然运动员的职业很短 但李洋只有29岁 应该还可以再打个几年 李洋表示他从未将羽球 成为他人生中的唯一选择 而他为了打羽球 国小之后就再也没有暑假 每一个假期都是和羽球拍度过 即使出国比赛也根本没时间观光 从不熬夜也不能赖床不练习 可能会受伤的活动也都尽可能不去做 非常爱吃小吃和甜食的他 因为运动员需要严格的管理饮食和身材 基本上是不能乱吃的 人生少了很多乐趣 李洋近20年的人生几乎都奉献给了羽球 王岐林的生活和李洋没有两样 只在国小参加过毕业旅行 高中大学几乎没有娱乐生活都在练球 走到顶尖的运动员 唯有超人的意志和高度的自律 才能爬上巅峰 但王岐林表示还会继续他的羽球之路 正在寻找未来的搭档 希望能够继续参加 2026年名鼓舞亚运和2028年洛杉矶奥运 等到退役之后 则是想留在羽球界当教练 所幸忙碌的两人目前都有女友 丝毫没有耽误了终身大事 王岐林的女友是拉拉队女神程师员 李洋的女友则是大学羽球社认识的蓝子清 当运动员的女友很辛苦 总是聚少离多 但他们的女友都无悔相伴 而这次拿下奥运金牌 王岐林和李洋两人都可以拿到 高达2000万台币的国光奖金 再加上地方政府加码 来自金门的李洋再拿550万 来自台北的王岐林再拿573万 在2000万奖金的部分 可以选择一次拿或是每月领12.5万 不计算通膨的话 领到13年多就划算 上一次东京奥运夺牌 他们就选择了月领 许多人也好奇奥运的奖金制度 依照国光体育奖章及奖助学金颁发办法 金牌2000万元 银牌700万元 铜牌500万 月领的话分别是 12.5万 3.8万 2.4万 如果比的是游泳 田径体操 金牌奖金还加码50% 高达3000万元 台湾的奖金在各国间算是名列前茅 网友们都认为 这个奖金给的划算 光是帮台湾在国际上打这么大的广告 就非常值得 也感谢他们在奥运上的成功 让更多人看到了台湾